民眾大牌長龍 要用行動捍衛新聞自由 買十八號出刊的香港《蘋果日報》 不少人購買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要自由 漏夜排隊買了好幾份 不只要收藏 還要送給親朋好友 一向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店家 阿牧臺灣麵 老闆娘是臺灣人 也構足一百份 放在店裡轉送顧客 表達支持 我們大家一定要去買它 讓它可以支撐下來 這個精神才可以傳下去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過去買一堆 就是因為我希望我做起這個運動 別人也可以跟著做起這個運動 鋼井十七號闖入蘋果日報大樓 凍結公司資產 以鋼板國安法為由 逮捕五名高層 引起國際高度關注 引起國際社會 移密連結 中國側に強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十七號表示 美方強烈譴責港警的大搜捕行動 還說港府的指控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 批評中共和港府把國家安全法 作為壓制獨立媒體 扼殺不同意見和窒息 表達自由的工具 英國外相拉布透過推文說 這起事件坐實北京正運用國家安全法 壓制不同意見 而非維護公共安全 還強調新聞自由是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中 承諾保護的權利之一 應該得到尊重 國安署正式落案檢控 張檢控同羅偉光違反國安法 兩個人將會在明早早 在七九龍裁判發言提訊 綜合媒體報導 蘋果被逮捕的五名高層中 一傳媒集團行政總裁張建宏 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 18日遭港府正式起訴 另外三人則有機率保釋後查 新唐人也在電視戰友如 整理報導 八道正式起訴 二豪 二豪 一豪 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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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豪